哈喽,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我现在已经进入湖南永州服务区 刚刚在服务区吃了一份自助餐 35块钱,菜满还可以 我昨天下午4点钟从东乡下的高速 然后到莲花是400公里 我跑到凌晨3点半才进入云阳山服务区 在那边休息了一晚 因为我拉这个东西它是集中载货 而且又装到后面去了 厚重了 爬坡的时候就容易打滑 因为中间有一段山路 刚好又下雨 然后我开的双区 还爬过那一个坡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看就这一个大东西 全部装到这个后面来了 要能再朝前面装个半米吧 就好多了,你看 在这个中小上面 如果说要放到最后面啊 要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一直到前面 它就比较容易跑了 后面又不会这么重了 而且我是第一次拉这个东西 说实话 心里也挺害怕的 你知道吗 因为看的挺下来呢 圆的 而且不容易固定 看我固定它啊 我用了四个这个油葫芦 我上面全部用的钢丝绳 买这个钢丝绳 准备那时拉瓦机买的 但是现在派上用上了 这都找得很紧 我一路紧了有三四次吧 看他们用的袋子 一边三个 给垫在垫在里面呢 然后 它袋子里面装的是沙子 黄滑 这样两边一固定起来 我感觉反正是比较牢靠的 然后他们是专业 拆装这种设备的 他们跟我说 他说这样是最伟的 你放心开好了 就是管弯的时候慢一点 像拉这种设备 你管弯的时候千万不能快 然后 还有路不好的时候慢慢开 要不他一蹦蹦到高 怕那个底边的那个大梁承受不了 如果说要是大梁裂了干嘛 那就麻烦了 但是我这大梁是 025的 026的 那个厚度 然后它是260挖机直爬的配置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啊 看大梁都是直的这个板 基本上是明变样 然后它的厚度你看看一下 这么厚 所以说我才敢装它 这一路走过来 还好 现在也不担心了 因为这样感觉还是看起来啊 还是比较稳的 还是能固定的好的 一开始的时候不敢跑 五六十码的跑 现在嘛 在高速上可以跑了个 80 90 路段差的话也就四五五六十码 这样 这上面我不知道 他们说这个东西不能绑 本来我原计划是用两根绷带 这刚好这个中炉这个地方 有两个那个绞承器嘛 我把它绑起来了 他们不让绑 说这样就绝对是比较稳的 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让我就是路上开麦一点 不要太急 管弯的特别是管弯的时候 像拉这种设备 因为我没拉过嘛 我感觉 还好 你只要安安稳稳的开 注意一点 应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当时装货的时候 他跟我说装到这个地方 我说不行 你装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前面太轻了 他说还有设备 那个设备长四五米 然后装到前面 然后我同意了 但是我说你要再给我 往前面装 我原先预计是装到这个地方 装到这个地方刚好 一米嘛 朝前面来一米 我这后面就不会这么重了 但是后来装了设备一装 我们一撑 然后是总重是多少 五十二点三 虽然说这种设备咱没拉过 但是总归要去尝试是吧 因为定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是这种圆的圆形的 如果说他要说是圆形的 我真的要慎重考虑了 但是你倒跟前了 那就没办法了 只有装嘛 在路上 开慢一点 特别是 路差的时候尽量平稳的通过 不能跑快啊 还有就是拐弯的时候 要多多放慢 再放慢 这样就可以安安全的 到达卸货的地点 是吧 是不是兄弟们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卡车旅客 请帮卡车旅客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